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 2020天天向上首次云开空 天天兄弟自带装备云香剧 贴贺你的话筒是怎么样的 我的话筒是这个 每天要用到的洗文具 搭档的那个是特别的专业 对因为我没事只会播啊 王总王总 您的话筒 我就是一个专门的话筒 你看看 逆行者们奔赴一线 全国人民应和应援 一日三餐车接车送 我现在在武汉 我为武汉医护工作者上下班应援 每天大概要配送多少份盒饭 400到600左右 想着花样去给他们弄好吃的 他们要吃饱 吃好 才有精神去救人 人肉快递 物资羞送 人肉从国外背回40箱口罩 当时这个正式的那种物流的系统呢 可能效率就低 那不如我们直接把它打包 然后到机场去找 背回国内的那些航班的受验者 总之把当时能够运回 就都运回去了 当时连接到了武汉的医院 他们说他们想吃个热补的饭 我就消息了商家 然后就准备了10万份的那个吃个米饭 包括那个面 年前的时候 我知道武汉有这个疫情 我自己是个菜股自己本来就有菜 对你只要找我我就会让你有菜吃 现在香蕉累计22吨 22吨 我们香蕉 22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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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中国和日本是邻居的关系嘛 互相帮助互相帮忙 对对对 连线雷神山 火神山建制团队 报宗警徽 我现在在雷神山医院的现场 跟大家联系啊 这是必须胜利的一场战争 我们自能胜利不能实败 网友们给工地上的很多设备啊 都取了名字 您都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个一波兄弟 看到这个蓝忘机以后 有什么感想 一波你看 一波现在不是蓝忘机 一波现在这个状态 应该是呆若木机 一波这种状态应该是呆若木 我当时为什么不把那个挖掘机 在很多人里练习一下 那种能够帮个忙 蓝忘机亲自去开蓝忘机 今晚天天向上 带你走进最美应援者 宅在家看天天向上的你 也是一种应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分散在五湖四海 但是依然是云端在线的所有的天天兄弟 闪亮登场 我们天天上 我准备了这么多牌子 大家都在呢 大家都在呢 哎呦 火 我准备了这么多牌子 我看看啊 分别大家都在哪儿 这个大长尾还是在老地方 老地方对 都在家里头嘛 都在家里蹲嘛 这个妆是谁画的呀 我的经纪人画的呀 我的妆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毛坯房 往上搁点换换换订自就完了 你的逆子你脖子上 你跟你经纪人说一下 你脖子上也毒一点 你就分啥啊 分的 两眼 腻子也紧缺 只 Allow to do speak 很多天鹤现在越来越像ibility 你看它像不像这个 独打鼻子 我四眼 今天天鹤的鼻侧影打得多吗 让我们看看 我没有鼻子影 완比眼cling点 就松尼 了不起 과�inois 那个工具 留在过来 对 哇 今天天天向上入制嘛 然后我还做了发型 做了一下发型 把骨子都剃得特别干净 哦 鸟像 剥了壳的鸡蛋似的啊 丰哥你这是在哪里 在自己家还是在 爸爸妈妈家 爸妈家的装修风格不这样啊 爸妈家装修风格不是罗马住吗 对 一百匹密的房子 四百多个罗马住 哈哈哈哈 那谁撤着进去啊 都撤着进去 河南小花 河南小花 那你怎么像一个财务总监一样 就坐在哪儿这是 我今天是来公司 但比较正式一点 然后对 哎呀 装饭都有 这儿显得我们特别不正式 对不对 不是 一博这个样子 坐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特别想把自己的简历 递给你啊 爆炸是吧 像面试的是吧 对 像公司的那种面试官 霸道总裁 霸道总裁 韩哥您那个气色很好啊 我这光吧 对 专业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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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绕着我啊 额头上那个光特别亮 啊 镊子涂得特别好啊 所以呢 还是要欢迎一下 这个所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 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啊 还是一起来喊上我们的口号啊 欢迎大家收看由 五八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天向上 太急了 好的 岩石 岩石 他没有岩石 隔着平 隔着平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天天向上呢 兄弟们是第一次分散在各自不同的城市啊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 我们不聚集 以特别的方式来云露制 我们这一期的天天向上 还有天天云时间 而且呢 今天也算是跟大家一起云办公 正式开工了 所以呢 大家还特别准备了不一样的装备 而且都还准备了话筒吧 我看了一下 大张伟那个就特别的专业 对 因为我没事直会儿播啊 但是我们兄弟每个人都有话筒啊 对 有吗 家里边找了一圈 这是话筒啊 就拿这个当话筒吧 好不好 拿这个小帽 对对对 天鹤你的话筒是什么样的 我的话筒是这个 每天要用到的体温镜 在家要实施监控自己的体温镜 这个挺好 王总 王总 您的话筒 我就是一个专门的话筒 一个专门的话筒 你看看 对 因为公司里正好有 然后就是拿有话筒 无限的麦 哇 这么大 太好了 无限的麦 其实都特别特别地想念大家 这是一句真心话 那是 有一天晚上我们大概凌晨 大概两三点钟 我们几个人还在 还在聊天呢 对对对 对 我们在家 现在进行这个云上班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认真的工作 我们随机抽查一下 你们有没有熟读自己的台本 随机抽查一下 一博 你平常 抽查 对对 你负责的广告口播 你都熟悉吗 感谢郭云章 五八同城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哎呀稳 对稳了 五八同城 现已为全国求集者开通视频面试功能 找工作就上五八同城 在下就能面试 哇 好棒棒的 哎 通常你觉得我们今天录制节目的主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主题 主题是八方应援 啊 特贺还有那个大张维 你们知道我们都邀请了哪些嘉宾 哎 我们今天邀请了三组嘉宾 为啊 三组嘉宾 嗯对 有艺人嘉宾 嗯 然后呢 还有那个一 在真的那一线的一线的嘉宾 嗯 还有一位我们在那个外的嘉宾 我了不起了 了不起了啊 对 啊 那三组嘉宾 他们的外婆分别是姓赵 姓李 姓曹 还是姓张 哈哈哈哈 哎 这不是零食 现在是问题吧 我们选择谈平 都是选择 选择 哎 为什么要 这是卡屏 就卡屏了吧 就卡屏了 啊 现在呢 其实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啊 现在是一场全民动员的战役 除了每一位在前线与病毒这个厮杀的这样的英雄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普通的民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和力量 就是我们我们圈里好像就有很多 你比如说像啊 韩红老师啊 韩红老师真的好辛苦啊 真的 快了 去了武汉 因为之前那个都往那个我们都看了一个视频 是韩红老师躺在病床上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已经恢复了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大量的是在海外采购 而海外跟我们是有时差的 所以他要及时跟他们沟通的话 他几乎一天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休息时间 对 是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这次呢就有很多艺人朋友的粉丝货员团呢 就捐赠了各种物资到武汉到各家医院啊 你看这是王总的啊 王总的本人通过 王总的粉丝 他粉丝已经捐款超过200万 还有一些钱啊 一些物啊 包括我们天天兄弟 新老兄弟 浩二啊 欧帝啊 他们缘啊 浩鸣啊 我们大家都一块在这里做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这次赞誉过程当中呢 应援成为了一种全民的行动 有人称为是最美的逆行者 医生 医护人员 来对他们进行应援 有人自发的就是把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物资啊 也给他们进行应援 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优秀的应援团队的这些代表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云录制 我们首先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首先我们有请的是医护应援团 首先我们要有请的就是医护应援团当中我们的两位老朋友 人肉从国外背回40箱口罩 40箱口罩啊 人肉搬运机 海权 胡海权老师以及热衷工艺的超人气电商主播维亚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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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海权你好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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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哈喽 怎么样还好吗 最近还好吗 还好啊 我现在我身在酒店里隔离了 在酒店里隔离的 韦雅现在怎么样 嗨海权哥哥 还好 对 又见面了 对 又见面了 你给我们说说吧 所以微博里面讲的一些 因为当时是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这边有朋友能够 有机会能够买到很多口罩 但是当时正式的那种物流的系统 可能效率比较低 我们就说不如我们直接把它打包 然后到机场 在办票处那去找 飞回国内的那些航班的设计者 大家愿意做就把它运回去 所以每天晚上 我们跟阿约连续去了几天晚上 每天晚上在柜台那找志愿者 然后求人帮忙 几天晚上都蹲在那 只要有回中国的朋友 对 直到最后一天晚上 还有一些箱子们运出去的时候 那个航班已经都停好了 记得我在机上 我在机上蹲守到凌晨一点钟 实在没有游客了 所以后来还是想了 其他的办法运回去了 总之把当时能够运回去 都运回去了 四十箱货 最后是怎么集中的 因为他们都是 那你得建个群啊 哥们 对 是 是 我们每天晚上 每游说成功一个志愿者的话 我就把它拉到一个群里去 然后那个群里面 就是这一天晚上 所有的志愿者的一个工作群 第二天他们都关联之后 然后通过那个群 跟北京或者上海各地的这些 我们的工作人员伙伴们 联络接获的问题 我记得在柜台那八九成的 只要拿中国护照的朋友 几乎都会同意帮忙做志愿者 当然当然当然 还请老师 真是不容易 我看这个老韩的朋友圈也在说 就是在过年期间前段时间 不是有出去旅游的吗 一听到国内有这样的消息 完全取消掉旅游 所有的旅游线路 只做一件事情 就俩字采购 所以这一次 这个重大疫情面前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海外的华人华侨 这次做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我们知道您的父亲 本身就是一诗人文学家 好像这次也写了相应的 这种有感而发的作品 对 我我们家老爷子70多岁了 然后他写了一些不同的作品 前两天 我们那个老家 就是沈阳的那个生日部 还邀请我和我们沈阳级的歌手 聊天级的歌手 我们的旅游文告诉我们 我们几个合唱那首歌 然后那首歌 也是我父亲参与创作歌词的 所以也是 就大家都能够想办法尽生力 天鹤 你们把老爷子 作词的那个内容 你们给朗诵一下 生情并茂 一伯咱们一起来 对对对一伯 出征 居尾一声号令 疫情点燃了激情 在万家传源之时 勇士豪迈出征 哪儿疫情最重 就向哪儿逆行 每个医疗罪员的心中 都装着疫区的繁星 这就是非常直接的 把内心的那种激动的这种心情 直接就变成文字 对然后让人感觉特别的 有技巧 感同心 特别有凝聚力 文字的力量 文字的力量 就是咱妈咱妈 他们防护意识怎么样 因为现在老人家我说句实话 你现在要动员他们出门 哪怕是就是六个小腕 戴个口罩或者怎么样 老人家觉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都气老八十了 我就不在乎这个没事 老爷子他们怎么样 还是很重视非常重视 我爸是属于那种 很在乎的严控的那种 说你那时候聚会的时候 是他主动把老家的聚会 都取消了 说你就不要来了 你半年了也不要来了 打个电话就好了 千万不要来了 他现在要出门 六个弯也会穿的 跟那个宇航员一样 防护做得很好 对 深圳出现了这样的一位乘客 前两天不是说 世界上唯一的一天 扫帚可以立起来的那一天 大家都在那扫帚 我朋友圈里跟着卖扫帚一样 我丈母娘11点钟 看到了那条东西 连忙跑到楼下 把家里的扫把立起来 我说妈你在这干嘛呢 唯一的一天 可以把那个扫立起来 我说妈 明天还是可以立起来 你明天要是跟我立起来了 我不吃饭 结果第二天早上 五六点钟 老太太自己爬起来一立 又立起来了 这个都是骗人的 全都是骗人的 这边看 我想问一下 就是孩子在家里待了那么多天 他会不会闹啊 要出去啊 这方面还可以 他不是很闹 因为他们学校 还有班级平 老师也会开发一些工作 一些作业啊 创造他们 要在家干嘛 我家儿子这两天 已经是趴着窗户 开外面的小鸟 每天都说 爸爸 我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一只小鸟 他不怕病毒 他还可以飞嘞 超帅的 想象力 有没有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小孩 你门这样长期管管着我 是不好的事情 好大 如果不让我出去玩 是很不好的事情 但是有病毒啊 我可能不信 我可能不信 想去跟病毒一起玩 太可爱了 看小朋友 看过那个 从严无忌 这是一种独特的视角 我们知道这次维亚 好像也为了好多 这个医护人员 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应援 三万只口罩 一万多份这个消毒液 然后三台移动的物化消毒机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食品 你怎么会想着捐助 这个吃的食品 当时连接到了武汉的医院 然后跟医生聊 他们说他们想吃个热乎的饭 就那刹那我有点小感动 因为你知道吗 他们不能吃那种汤水的东西 他们告诉我 因为他们穿那个衣服 很常上厕所 对 但老师搅那个面包 他们真的觉得很难熬 后来年二十九那天 我就召集了商家 然后就准备了10万份的鸡肉米饭 包括那个面 然后在当天就筹击到了 然后大年三十就给他们 就准备送过去 对 我中国有句老话叫做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其实好像捐赠物资 比捐赠钱要更困难 这个我们天天兄弟 我们几个人是经历过的 是是是 他们都告诉我们 都是变成那个物资 我们要找到 一万个口罩 五千套防护服 简直跟疯了一样 很不容易 最开始我跟你想的一样 我觉得我们就干这个的 筹击这个物资 应该非常简单 对 但在运输过程中 就比你想象中复杂很多 我们那个司机花了六小时 把那个东西装上车 就从大年三十凌晨到早上 然后开车的二小时到武汉 结果正好赶上了 那个武汉那天现行 就车里不让进了私家车 然后一直等到 早上六点多钟 我们找到了医院 然后开了那个放选桥 然后司机才把那个车开到武汉 大家可能觉得宣证物资 包括球机物资 很多我们可能看不到人 比如说那个司机 他今年的大年三十 是在路上过的 据我了解 只剩下两个小时 他说这个时候 可能很多人不送 如果我再不送 那怎么办 对 对 韦雅 现在就是你的直播间 应该还有很多湖北的 在跟你们聊吧 直播间里有分两批 第一批是湖北的粉丝 他们反而告诉我说 韦雅 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很好 我们自我保护很强 不用担心 然后另外的一些其他地方 我们都说 那呀 我能做点什么 顺便你觉得很温暖 但有一个评论 我看到有点感受 当时没人听 就我们之前 年前有卖了那种火锅 就火锅底料 然后我们有个粉丝 去买那个火锅 他就不费当地的 在那个买家评论里面 留了一条钱 他说当时我是年货节 想存这个火锅底料 在过年和爸妈一起去吃 他说但是现在 我们家里面无法攀缘了 永远不会在一起了 他讲那句话 其实精妙淡险 但在那一刹那 我就瞬间觉得 就是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 我们要勇敢地表达爱 不要内心地表达爱 心要让他们听见 爱要让他们看见 爱真的要及时地表达出来 前段时间 湖南卫视不是做了一个 元宵一家庭的特别节目 没有一个观众 整个演播听的人 已经少到不能再少了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平常做节目 一个节目表演得好 我们能够听到掌声 但是在那一天 包括今天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相信 掌声就在不远处 我们在说武汉加油的时候 屏幕那一端一定有人在说 而且是千千万万的人在说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谢谢海权 谢谢维亚 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 谢谢 保重身体 保重身体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在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开始复工了 我们的冠品商五八同城 一直在履行着国民招聘 大平台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 在疫情期间 也为全国的大中小企业 提供了很多免费的招聘服务 你看今天我们王总啊 那你就就就等着收 收招聘 收这个简历啊 对对对对 而且上次有一个天天云时间的那个题目 啊 说那个反工了以后 那个招聘的平均工资是多少 哦 月工资 然后有五千多的 有七千多的 有九千多的 然后是那个九千多的 真的 而且每年都在讲 真的 对 对讲 一直在讲 对 所以呢 他们也是现在针对着 这个防御物资不足的问题呢 呢紧急启动了企业的 集聘的专场 针对面试难的问题呢 推出了这种像我们这样的 一个视频的面试的服务 进行云面试 同时呢 运用灵活的 用工专场的招聘会 在各个企业间呢 形成了员工的有效的共享 可以说那个五八同城的 这些举动呢 不仅是替企业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而且呢 也要求职者多了一份 人生的安全希望 疫情之后呢 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这是我们现在 所有人最大的一个祝福啊 然后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安全的复工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连线一位 天天跟我们奋战在一线的 白衣天使打交道 为他们保驾护航 我们有请 陈东 有请 陈东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 我叫陈东 我现在在武汉 我是一名创业者 我为武汉医护工作者上下班应援 你是武汉啊 对对对对 您怎么会在车里面来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播 我刚才接送了一个医护工作者回家 你怎么会想到为这个医护工作者的上下班来做这样的一个应援呢 因为那个医护工作者那个1月23号之后 武汉不是封城了吗 封城之后公共交通都停止了 没有地铁啊公交车啊私家车也不停在路上行走嘛 然后他们每天必须要上下班 对 有的距离就比较远嘛 然后我就申请志愿者就是应援他们这样子 你们聊天一般会聊什么内容啊 对 会聊到他们的工作啊 他们生活啊 还有一些他们的心理压力 然后 我知道有个护士嘛 好多然后有时候他们开玩笑跟我说他他说我们我们在医院里我是病人的医生然后我在回家路上 然后你呢现在是我们的精神医生这样子的就是能够给他传一些证明 对 谢谢给我帮忙拿 哇 成都现在和您一起做这样一个事情的大概有多少多少人 很多很多 因为而且有更多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在我的几个群里面大概有有四五百人吧 四五百人 因为他们上下班的话 搬车是比较早的 然后因为上班都不稳定嘛 他就临时加班啊 所以说他们的用车基本上靠我们这些志愿者 我觉得就是医务工作者是生命的百度人 把一些危重病人从非常危险的境地 他们把他们百度到健康的这边 然后你们是医务工作者的百度人 把他们从这个一线前线 百度回他们自己那个小小的宁静的这样的一个岗湾 甚至还是他们心情的百度人 因为他们 这个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啊 他们每天面对那样的环境 就我不知道我们去面对那样的环境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有可能心里早就崩溃了 但是医务工作者他们还得硬顶着 有可能在这一路上 你们跟他们讲一讲一些小段子呀 聊聊天啊 说说家乡话 环节很多呀 对不对 沈东 对对对 那个那个韩哥我前两天看本书 也是他们定义这个勇敢这个词 什么叫勇敢 就是怕但还去做才叫勇敢 对 他们就是这样的 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加入医护专车的这个志愿者团队的半个多月时间 大概接送了多少医务人员 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就是每天 每天至少30个乘客这样子 30个呀 30个订单 然后他时间有长有短 如果我我今天接的订单比较短的大部分就是短的话 我可以大概接到40个以上吧 这样40至少30个 对 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没什么困难的 我只是呃 就是那个上厕所的时候有点麻烦这样子吧 然后您现在您现在也穿着这个防护服是不是 对对对 穿着防护服这样子 所以上厕所 早上穿上之后基本上没办法上厕所的 因为设计着一个安全的问题 还有就是哦 对 还是穿一次之后就不能再 再脱料 再看着 那你每天吃饭 吃一日三餐能准点吗 早上就吃点这样子 中午的话基本在车上吃 然后晚上 晚上那餐是吃的最好的 基本上都是在路上 但是我们的精神食量 可以可能说是这一辈子都吃 都可以无穷无尽的 都是这样子 我每天都被感动 我十几年没有哭过 被感动的哭过吧 然后那天被感动的哭了 就是一个多小时 一个什么事儿 你跟我们说 怎么了 当时我接了个护士 但那个护士 然后因为医院他会定期的自查 他工作了好像七天嘛 然后他一拍CT嘛 他自己的肺有问题 而不是 并不是他感染的病毒 他有查出来那个 有那个肺结核 他们护士长叫他回去休息 就是吃这个药嘛 他说你吃这个治疗肺结核的药的话 有副作用 就是你的抵抗力啊 你免疫了 会下降 你不能在医院工作 你必须得回去休息 然后他当时就心情不好 并不是因为查出来自己的 得了肺结核心情不好 而是觉得不能跟自己的同事 在医院帮助这些病人 所以我觉得这医生真的很伟大 瞬间我感觉一个白衣天使 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种精神让我很感动 然后接着 我有帮留学生测墙 他们回国 一个泰国留学生 他回国之后 给我发了个微信 他说陈师傅 我谢谢你把我送到机场去 2020年 不管武汉的冬天变成什么样子 我一定会在武汉 度过一个武汉的春天 我觉得好暖心 好暖心 我觉得一个树不相似的 一个外国人 一个泰国人 见过说这样的话 我又被感动了一把 然后后来我又接了个订单 上车是一个大肚子 一个孕妇 七个多月怀孕七个多月 我说你这么大肚子 你怎么还跑医院去干嘛 他说我的同事 都在医院 然后他们都很忙很累 我也是个护士 我想帮他们做点什么 我说你不担心自己肚子的宝宝吗 不担心自己的安全吗 他说这个时候医院需要我 我应该也跟他们同在 跟他们在一起 大家一起努力 共度难关 我觉得这个妈妈 真的好伟大 好伟大 我当时就激动了哭 我说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跟我说 我一定会准时准点 把你送到你上班的地方 就是说在这短短的半个月之内 在你这个小小的车厢里 你所感受到的那种 充盈在整个车厢里面的 那种人性的那种光辉和温暖 你是几乎每天都能够感觉得到的 每天都能够被感到 我刚才说的三件事情 是在三个小时之内发生的 就瞬间 我三十多岁的人 就瞬间被感动得不行 真的 当时我就 他下车的时候 我就 下车我就当时已经被忍住 这样子的 所以说你看 我们还虽然没有直面 他们这种伟大的这种善举 我们只听你说 我们内心其实就已经是起了波兰的 有波兰 有波兰 真是太了不起了 那疫情结束之后 东东你最想做什么事情 好好的去吃完乐干棉 想到去逛逛看电影 然后最想 其实我最想的是 能够好好的 在家里陪陪我的宝宝 然后好好抱抱他这样子 哦 我们看到这几个月啊 五个的月 那你现在那你现在应该 每天接触这种一线的医护人员 你你应该也不敢回家了啊 啊回家我回家 但是我是跟他们隔离的 然后每天早上 我因为起的比较早吗 五点半起床 我六点钟出门 然后晚上回来之后十二点多了 然后很久没看到他了 这样子 你就有时候中会回去嘛 但是我跟他 我跟我家人都是三米之外的 所以所以就觉得很很亏 有时候他是伸着手过来 就是一一压压 他不会说话嘛 想抱抱 他就是想抱抱 等他慢慢长大以后 他会觉得自己的爸爸 非常非常了不起 是个英雄爸爸 对啊 您跟刚才说 您说那位那个怀孕的那个 那个女士 其实是一个意思嘛 然后都是有家人 然后就是要 许小家为大家 对 我们大家就想为社会 为现在的武汉能够尽自己的分力 尽自己的最好 最大的能力 让他好起来 这样子 了不起 了不起 我们知道东东现在在车上 随时都会接单 他现在是把车停在路边 再跟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交流 我们不多耽误他的时间 他有可能现在 马上要出发去接另外的医护人员了 谢谢你东东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这个安全 健健康康的 好吗 谢谢 等一群过后之后 我们有个约定 我们请您还有您的孩子 您的太太 一起到现场来看我们的节目吧 好 谢谢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加油 真棒 武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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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人家短短的三个小时 人性的这种温暖 这种光辉 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 这个医护人员的姻缘代表 大家都在武汉的各大医院门口 经常会看到一辆 穿A的牌照的汽车 在送盒饭 刚才维亚也说过 医生们现在吃东西吃得很简单的 他们很难得吃到一碗热饭 那汽车的主人呢 他没有防护服 经常就穿一件雨衣 然后大家都亲切叫她叫雨衣妹妹 我们接下来有请雨衣妹妹 欢迎欢迎 雨衣妹妹好 谢谢女儿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你来来 谢谢阿姨 这个姐姐大家好 我是来自自乡成都的 关于做伙伴的姐姐孟女孩 你是成都的吗 在成都的 成都女儿啊 戴起口罩都觉得好好看哦 好漂亮哦 我跟你说 那个护目镜好炫啊 那个护目镜是不是 对这是我的花学眼镜 我跟你说 成都女儿不管在啥子时候 总要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 你看那个帽子的颜色哦 你看花学眼镜的颜色哦 只好看哦 哇老师太会说了 真的是 搭配的好好 哎宝贵里面哪个衣服那种 凡凡的哪个卷卷 凡凡的哪个卷卷 美眉里好好看哦 黄海老师你都不知道我这衣服都穿了十天了 我穿了十天了 衣服已经穿了十天了 那您为什么要穿着雨衣来送盒饭呢 是这样子的 我没有专业的防护服 但是我要到各个医院去送饭嘛 所以说我就只能靠雨衣滑雪眼镜来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也是要保护别人嘛 您当时怎么想到要开车上千公里 然后从四川跑到武汉去免费给医护人员做盒饭 我是2月1号的时候 通过武汉市应急办了解到这边的一线医护人员 很难吃上热饭热菜 然后2号我就下了通知 就让我的所有门店都免费给医护人员共餐 3号我就跟我的总经理一起 我们就带上了我们的团队 开车14个小时 差不多到了武汉这边 从成都出发到 把热饭热菜送到医护人员手里 差不多也就40多个小时 那您现在是在那个厚厨吗 后边有好多的菜啊 我现在是在我的餐厅里面 本来要进行出家工 出家工完了之后 我现在已经把装备穿好了 我待会还要去紫禁医院给送饭呢 您到了武汉就开始做了些什么 因为您要找一个做饭的地方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我在武汉本身是有门店的 武汉这边疫情比较严重嘛 对 然后再加上放假 所有的员工都回去了 没办法正常开启 所以说我作为餐饮的老板 就自己亲自给总经理带队过来了 那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做这件事情 您的团队一共有多少人 团队操作接近是20个人 但是我们直接参与生产跟配送的 差不多只有4个人 4个人 每天大概要配送多少份盒饭 每天我准备的盒饭是在400到600左右 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都有用餐需求 所以说这个分数再增加 但是我固定配送的话是200份 固定配送是我自己要配送到医院去 每天定点的是200 我门店附近的医护人员 他们包括志愿者都可以直接到我自己门店来取来拿 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现在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肉 我第一批物资带过来 差不多是200多斤肉 两天就给我消耗掉了 肉是严重不够的 说到这个地方 我还要感谢咱们天天向上 给我专进的猪肉 500斤啊 我们的冠名商五八同城 也知道了这个语音妹妹的困难之后 立马就跟她取得了联系 紧急免费提供了300斤的猪肉 共同为一线的医护人员贡献一些力量 感谢这么有爱的我们的冠名商五八同城 解决大问题了吧 对 解决很大的问题了 运到了吗 现在还没有 已经连续上了 已经连续上了 好 好 对 你再积极地给我调配 未来如果再缺相应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物资的话 你就跟天天向上的团队联系 因为我们虽然自己不能到 一线去到前线去做相应的工作 但是我们起码可以在后方 不断地去输送 你们所需要的这些物资 也算是我们间接地在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现在这医护人员这些营养的问题 你们现在也会去问他们吗 比如说他们营养状况 吃的东西 蔬菜呀 瓜果呀 现在武汉这边物资非常的紧缺 但是因为到后面大家都知道 我在免费地给医护人员做饭 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其实医院不缺吃的 食物是非常够的 但是就是缺热饭热菜 咱们最基本的身体技能 它是需要吃饭吃菜吃肉的 所以说就是我每天就是想着花样 去给他们弄好吃的 他们要吃饱吃好才有精神去救人 是的 抵抗力也好 对 还有就是武汉啊 现在交通不是进行了吗 那你们现在是如何送餐的呢 我在我的车上做了一个牌子 就是医护人员保障用餐车 然后上面也有一个条符 就是逆行驰验武汉 所以说大家都会给我放心 包括我们的交警叔叔 他都会不会检查我 就直接挥手让我过 就大家都在为医护人员 能够吃上热饭热菜的 争分夺秒 非常的团结 非常的友爱 刚才东东在他的这样的一个 义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当中 有很多很多让人感动和欣慰的事情 您有什么特别让您感动的 比如说看到那些医护人员 捧到你们的这个热饭热菜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第一次进到医院 把车开进去的时候 大家都是双手和时很感激的 我们之间除了谢谢辛苦了 没有其他更多的语言 到后面的时候 就会有人去我的抖音啊 去我的微博里面 给我鼓励 老板娘好样的我支持你 甚至还有车主直接会把车窗打开 给我竖个大拇指 这些都非常的温暖 真的 我们在武汉都非常的团结 特别特别的棒 我们其实也希望 未来我们也能够记住 这些小小的举动 其实这些小小的举动 在疫情过后 我们依然可以给一些行业的朋友 带来温暖 比如说平常开车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交警 刮风 下雨 烈日炎炎 他们一直在那个地方站岗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他们一样 摇下车窗 对那些工作在道路当中 吸着废气的 然后有噪音的那些交警 也输一个大拇指 对 对 他们都非常棒 其实我觉得这场疫情之后 我们会学会怎么去表达爱 向哪些人 或者是向所有的人 去传递我们应有的这个温暖 对 对 知道 我们要加油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 羽衣妹妹的餐厅 是了不起的中国餐厅 对 对 你那个行动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结合在一起 我们大概其实每个星期 可以派一个主持人到那里去洗洗碗 吃些菜什么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第一个报名到那去洗碗 必须走 对 必须走 我们也能够做一些事情 也谢谢我们的羽衣妹妹 谢谢 同样还是最后一句话 保护好自己 疫情过后 同样邀请你们来看天天向上 要不要的 要对 要对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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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手 因为每天要消毒水泡 手 戴手套一直捂着出汗 对 然后但是那个一笑 然后底下人都说你笑起来真好看 这是最美的威胁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我们有很多很多暖心的这个后援团 现在大家为了不给祖国添麻烦 我们很多人都是一直宅在家里 各位兄弟会在家里囤一些物资吗 大家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吗 风哥应该是囤标吧 我不是 我刚刚看完那个雨衣妹妹的那个连线以后 我决定把我家里面囤的肉都捐给她 我家里面囤了挺多肉 赶紧给猪牵出来吧 你家里养了几只猪啊 我没养猪啊 我囤的是一些牛肉煎煎牛排 然后还有鱼鱼排 然后一个人在家就不给大家添麻烦嘛 就自己营养又解决了 然后又方便 风哥你就是累积了这么多年的营养 一个多月缺少营养 其实没事的 相耗不安 对对对 赫赫赫赫赫 你有囤吗 我囤了 我展示一下啊 我囤了很多 素食 自热火锅 对 还有餐巾纸 瓜果蔬菜 就是草莓 这个草莓是因为我们这次疫情 就是很多农户 它的水果是滞销的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有一个住农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那个住农的网站 把他们滞销的水果全都买到家里去 就是我们以为 这次买东西会很不方便 但其实不是 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进行着 对 但是不就像有那样的一句话吗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是有很多人在为你负重前行 哪有什么井然有序 是有很多很多人在 帮你维持 帮你维持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秩序 但是要维持这个生活秩序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要维持 湖南卫视节目的播出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一样的 最近超市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就买菜的大量都是男同志 因为一扛就要扛 一个星期甚至是半个月的货 他们因为平常很少买菜 大量打电话 这扁头到底是圆的 还是扁的 还是方的 认识真超半天 回家有可能还要挨顿骂 买的东西不对 这下回去肯定要被老婆骂了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考考我们天天兄弟的几个 是否会买菜 好 我们请听 第一题 你的妈妈想吃一道凉拌西红柿 请问你应该买以下哪种番茄 A 圆润的粉红色的西红柿 B 有棱角的我没有见过 你说这西红柿皮肌不好是吧 吃力吃来个嘴 有棱角的粉红色的西红柿 有棱角的大红色的西红柿 跟圆润的大红色的西红柿 请问要买哪一种 就是圆脸跟方脸的西红柿 然后咱们想想 应该是A 王一宝说A 风格呢 A 圆润的粉红色西红柿 西红柿 西红柿 大张美你认为是 是哪一种西红柿 我认为西红柿是D 是圆润的大西红柿 因为我妈看见圆润的大西红柿 她高兴啊 说这儿子真会买东西 现在分成两拨 一拨是选D 一拨是选A 好 到底是哪一拨呢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王一波 王一波 圆润的粉红色的西红柿 粉红色被选择 因为太羞了吗 因为它不酸 对 如果要生吃番茄的话 应该买粉红色的西红柿 因为这种番茄呢 酸味比较淡 生吃好吃 如果要吃熟的番茄呢 则要选择大红色的番茄 这种番茄呢 味道更浓郁 烧汤的时候啊 那种汁啊 可以被煮出来 接下来第二题 刚才是你妈妈 要吃西红柿 接下来你爸爸觉得 凭什么你妈妈 要吃东西 你就出去买 这个时候 你爸爸想喝一道冬瓜汤 请问你会选择 下链哪一种番茄 哪一种番茄 东瓜要多 我就给你买饭 买番茄 A 没有白霜的冬瓜 B 白霜很多 且瓜 仁 薄的冬瓜 C 有白霜 但瓜仁 比较厚的冬瓜 关键是 他爸是什么 他爸是什么口味呢 喜欢这种 他爸喜欢吃仁 还是喜欢吃仁 喜欢这样半的 还是熟的 王一宝选什么 C因为好像在超市里 看这种比较 好像多一点 王一宝你还去逛超市 小时候跟爸妈 小时候 小时候 你看王一宝的爸爸 是喜欢吃冬瓜汤的 经常带他去考试 看冬瓜 杰丰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也是 C C 我也选C 因为C看上去 就是汤里的那个冬瓜 你汤里面是 这整整条 是不是 我直接 拿那个 炖人的冬瓜喝汤 炖人的冬瓜 在冬瓜里面炖汤 来高架桥 高架桥选C 哎呦 难得的统一 四个人都选C 争取的案是 C B B What 是白霜多 且瓜嚷薄的冬瓜 冬瓜身上 是否有一层白霜呢 是辨别冬瓜质量 好坏的一个标准 首先看冬瓜 表面的白霜程度 白霜越多 越完整 所以大张伟家里的膩子啊 可以给冬瓜打一打 有白霜 同时切开冬瓜以后呢 就要看它的 瓜嚷的厚度 太厚的口感不好 如果冬瓜肉有纹 而且呢 瓜身比较轻巧 就不要购买了 因为肉质有花纹呢 是瓜肉啊 比较松 瓜身很轻呢 也说明此瓜变质 味道也不大好 哦 武汉崩城以后呢 除了急需的 这个医疗救护资源之后 湖北武汉的这些同胞 吃喝冷暖 也是牵动着 全国亿万人民的心 全国各地呢 近来是纷纷行动起来 来自重庆啊 山东啊 安徽啊 广西等地的 爱心菜 也是源源不断地 往武汉聚集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的是 生活物资的应援队 生活物资应援队 由来自四川十方农村代表 潘大树 云南河口县 村民代表 潘海金组生 先请潘大树上线 大树你好 帅气的啊 你好大树 各位主持人好 对 全国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南沙龙的四川十方市 尸骨镇的一位新型职业农民 同时呢 我也是一位婚礼主持人 婚礼主持人 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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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的喜鹊叫喳喳 地下的新人要成家啊 要成家对对对 二叔你这是在哪呢 我这是在 我的家里啊后面 搞了一层布 哦那是个布啊 那是个布啊 背景背景 哦你还搞了个 搞了个背景墙 大树这次呢 组织了很多农户 像武汉是捐赠了 50吨的这样的一个蔬菜 自发的和政府啊 一起啊捐助这些蔬菜 预计呢十方大约会有 300吨左右的蔬菜呢 会运到这个武汉 你们当时怎么想的 要捐赠这样的一个蔬菜 因为当时想的都是 防护用品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年前的时候 我知道武汉有这个疫情 但是一直 不知道它的严重性 就是那月30 我在赶肠的时候吧 我都看街上 有很多人买衣服嘛 这些 到了初一和初三 我和我老婆 打算出去玩两天的 但是初一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街上 没有人啊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后来我看新闻 我才意识到 武汉这次疫情的 这个严重性 对 我就到我的地点 就录了一个视频 因为我知道武汉封城了 我自己是个菜籠 自己本来就有菜 再加上2008年吧 我们的石方地区 也是一个重灾区 我们这里的好多人民 都是从废墟里爬出来的 都是得到了 全国人民的支持 对 不安心 我们采用了 现在我们住的 这些新房子啊 所以说 我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 我就录了一个视频 我就说 我有菜 我想支援我们的武汉人民 大家好 我是大树哥 我跟我哥 还有张老板 还有二哥 已经商量好了 打算免费支援武汉人民 十万斤 萝卜和上海斤 就是这个东西啊 对 你只要找我 我就会让你有菜吃 整个的捐赠过程当中 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处处都是困难 因为之前想法很简单 我有菜 要是我能找到车子的话 就把这个菜运到给我们全人民 其实有很多事情 不是很容易的 特别是收割菜的时候 太麻烦了 第一天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还有我们当地的村民 以及呢 就是我们物流公司 他们的这些员工 都是跑到菜里去割菜 因为这个上海清 它是很难收割的那一种 对 第一天人这么多 我就意识到这个没办法 一时半会可能割不起来啊 那怎么办呢 我就在网上画了一个视频 有没有志愿者 过来帮我们武汉人民割菜的 然后带上你们的小刀 然后到我们的现场来割这个菜 就大概有四五百人 来到我们的现场 上海清啊 包括这些菜啊 它的这个菜比较矮 就是你又不能够机器采摘 就只能人工的 你要弄不好的话呢 那些叶子就被你弄断了 也可惜了了的 所以它的确很难 而且要弯着腰蹲在那里 长时间的话 这个很辛苦的 对 叔叔阿姨们真是 感谢他们啊 这些志愿者他们真的非常的伟大 50吨菜啊 这怎么运过去的 我开了一个直播 我就说 有没有愿意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 志愿武汉行动当中的 这些好心的大哥大姐们来 其实呢 当时呢就有很多很多的 像广州的 湖南的 新疆的 哎呀 反正到处都有 全国各地都有 这些货车师傅吧 都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为武汉人民助力加油 都愿意把货车开过来 但是我就想了一下 主要是有些地方太远了 我们石方有一家物理公司 一个老板给我打电话 第一次我还不相信他 第二次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 后来我想了一下 他是蛮有这个实力的 我就跟他确定了 把这个事情确定下来 他来出这个车 我来出这个菜 咱们就一起把这个事情给办成了 为我们的武汉人民助力加油 一共多少车 11车 11车 11大 13米长的 17米长的那大拖车都有 绵薄之地吧 其实这11车当中 还有很多我们这边的当地农民 新疆职业农民 隔壁镇上的 他们听说大叔在捐菜 都把菜拉过来 管它三七二十一的 都往这个车上装 装上去就行的 他们说只要是拉给武汉人民去 他们就把这些菜全部 拿过来 装到我们之前调表的车上 大家看这个照片 对 对对对 这个是绵羊的物流公司 后面还有陆陆续续 很多物流公司都加入到我们这个 行动当中来 为我们的武汉人民送上资源 了不起 感动11个大拖 全部都是肩肛手提的 把它给弄好 然后一公里一公里这么跑 而且卡车司机 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你要逆向而行 往里面开进去 那不是说一句话的事 那是要真正的 把自己的健康的生命 往那个地方去推送 这背后要有多大的力量 多大的一个信心 他们真的是很稳大 像这些司机 现在我们十方地区 这样可以开大车的司机 基本上全部被隔离了 他们回来隔离师傅天 对 他们跟我打电话 他们说 想见自己的老婆 想见自己的孩子 但是他们不能回去 因为这个大局为重 他们现在都被隔离 有些都搬到山上去隔离去了 搞机会在你们的群里面 替我们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 谢谢 谢谢您大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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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要谢谢大叔 每一位普通的人 都在做着普通的事情 但是看上去普通的事情 我们汇聚在一起 它的力量就是巨大的 我相信这些普通的事情 跟每一个普通人的奉献 最终汇聚的 众志成城的力量 一定会又出现中国的奇迹 我们大家一定会能够 很好的 很快地去战胜 这样的一个疫情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 我们云露制的是云南93户 脱贫村应援的故事 我们首先也有请 盘组长来上线 有请 海经你好 大家好 我是云南特口瑶族县 脱贫小组组长 盘海经 你好 你好 您穿的是 您穿的是你们的民族服装吧 好帅哦 对 瑶族服装 这次为疫情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应援 脱头小组93户 村民 煎到香蕉 累计22吨 累计22吨 22吨 香蕉 22吨 我们知道香蕉是真正的很让人开心的一种一种水果 而且运动过后呢 吃香蕉其实是特别特别补充这个能量的 是的 对不假 对对对不假 假元素 对 那像这么多的香蕉你们是怎么运过去的呢 我们每家每户马都是自己看自己的从山上骑摩托车一点一点从山上进到公路边 我可以继续嚣嚣嚣去了 哇 装那个车装到发车上就装了24个小时 整个捐赠过程顺利吗 也不太顺利 因为我们这边 骑摩托车都是小路 狭窄 然后一车 摩托车拉的都是100公斤左右 然后它拿下来的时候也非常困难 村民已经提起砍枪 要砍得差不多够了 然后或许又没找到 后面就有一个山东师傅 他也是送货来到我们这边的 他也是一名老打员 也是一名老兵 然后当时他爹也是在武汉当心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接 他爹说必须要拉 他以后是救援物资 他必须要拉 这样说 然后他就来跟我们送他到首本 你想想看他那个摩托车 一次也就是100公斤 22吨得拉多少烫啊 来 聪明如前锋的钱老师 你算一下 什么 看什么 一车100公斤 一共是22吨 请问一共拉了多少车 一吨多少斤啊 一吨1000公斤 一车200斤吧 200斤 那就是五车1000斤 五车1000斤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啊 这个坡头小组呢 有一半都是2008年刚刚脱贫的农民朋友 香蕉呢 是整个村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 那这次捐赠的这个价值 是咱们收入的大概多少 应该是我们村小组大半个月的收入吧 大半个月的收入 全部都捐赠 但是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 太好了 你说着说着 我们都想吃这个香蕉了 等这个疫情好了以后 我们上您那去采购一点 可以可以 欢迎欢迎 我们也要号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到时候想吃好吃的香蕉的话 跟海津直接联系 我这边今天来了一位知名代表 为这次抗讯疫情加油打气 好啊 好 来 有请他 这是天润香蕉 这位邓氏英他煎了1000公斤 1000 生味公斤了800公斤 800 蝙蝎煎了800公斤 啊 胜三煎了600公斤 啊 胜兑煎了560公斤 啊 胜香蕉煎了520公斤 啊 蝉蝎煎了500公斤 请问前锋一共捐了多少公斤 哈哈哈哈 一千一千 不不不 几千几千公斤 这二十三千了啊 好多千公斤 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了谢谢大家 辛苦你们了谢谢 谢谢 谢谢 我们老百姓 村民代表要为武汉加油打气 好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法国加油 天天向上提醒您 稍后看电 卫生山医院的现场 给大家联系啊 大概花了多少天 十天时间 两年压缩到十天 把现场当作战场 自能胜利不来是吧 在一分钟的提前 都将为两千多名患者 提前一分钟让他们住进医院 公路 公路 您监工啊 高峰时候 有抑郁多人 都取了名字 送飞到我们 对 中高中 对 白军印 白军印 我不知道这个一波兄弟 看到这个蓝王姬以后 有什么感想 一波现在这个状态 应该是呆若木姬 对 你听到有蓝王姬这个名字 你有什么感受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五八同城 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 五八同城现已开通视频面试功能 找工作向五八同城 哇 哇 哇 欢迎欢迎欢迎 内总您好 卉老师好 全天先生的兄弟们好 您好 我现在站在雷神山医院的现场 跟大家联系啊 我背后 就是新建成的雷神山医院 七病区 九病区 十一病区 像这样的病区一共有三十个 三十个这样的病区 那您在工地上待了多久了 我在这里已经二十天了 像我这一个行头装扮 大家看到帅不帅 帅 帅气 我二十天一直穿着这一个行头 在工地上工作 工地旁边给我开了一个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呢 也是住的少 空的多 像我这样 二十天 我们昼夜分着在现场的兄弟们 比比监视 他们一样昼夜兼程 在这里辛勤地工作 特别是我们一些女工啊 在现场特别不容易 条件很艰苦 他们也是同样跟男生一样 分着在现场 他说到这所有的这种兄弟啊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是兄弟就得一起上 那么这二十多天 您估计一下 您自己大概睡了多长时间 一天两到三个小时 啊 只剩这么少 一天两到三个小时 哎呀 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一定要保重身体 尽可能地保证睡眠 所以说我们听到说什么 两班岛 三班岛 几乎反正在大家就 全身心地扑在那了 它有一个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啊 那作为项目的副总指挥 这个压力有多大 您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啊 有时就像天黑了 不要再亮 自己就不想再醒来 去指挥这场战争 但是那一个瞬间的焰头 立马就会过去 这个压力来自于哪里呢 尊敬于三岛 接受武汉市委市政府的指令以后啊 我们把现场当作战场 这是必须胜利的一场战争 我们自能胜利不能失败 我突然间感觉到了 一种真实的力量 刚才一拳直的 打在我的胸口上了 刚才卫总说 他压力大的时候 他真实地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念头 就是天黑了 不要再亮了 他实在是起不来了 二十天每天睡 两到三个小时 你想想看 是一个什么概念 他已经没有了 所谓的生物中 他的生物中 就是他心里的那一颗太阳 胜利的时候 那一些曙光一直在照耀了他们 让他们的心里永远明亮 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压力在第二方面 来自于疫情与火 这个武汉市的患者 数量每天都在飙升 很多病人 这个一伤来求 他们哑巴巴地指望着我们这两所医院的健康 所以每一分钟的提前 都将为两千多名患者 提前一分钟让他们住进医院 再到了救治 这是来自压力的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 这个观众愚人 这个大家都知道 云监工高峰时候 有抑郁多人 有过内的 过外的 他们在关注着我们的一组一组 所以我们这个压力三大 以时间赛跑 以疫情赛跑 我们这一个前点一副 这个争奋多秒待 在抢劫这一组一 所以你看火神山 雷神山 对他们来说是压力山 压力山 真的是压力山 我们经常会说一些脱口而出的句子 但是我们并没有了解到 这个句子背后 他的这种强大的推动力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 老吴老吉人之老 幼吴又吉人之幼 但是在魏总他们心里面 有可能这句话完完全全就化为行动了 就是他们心里有一种同理心 早争取一分钟 几千名病患就能早一分钟接受治疗 所谓命悬一线呢 就是这种压力 对的 我们面对的这一种压力啊 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每年都有1600多个工地在建筑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工地像这样 受到全国人民 全世界人民 所注目 所关注 所支持 在鼓励着我们 所以我们的压力也变成了动力 魏总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雷神山的建筑面积 大概有多少 就是将近8万平米 将近8万平米 如果是平常像这么大的一个工作量 大概要多长时间 按照您的经验 平常 在中国了 至少要两年以上的时间 这个我们呢 在80年代初 创造了主持文明的深圳速度 三千一层楼 三千一层楼 但是今年的春天 我们在火神山雷神山 创造了中国速度 让世界经验的 注视我们 也刷新了世界 对中国 对我们中国建筑业 对中建三局的认知 你们这个大概花了多少天 您和您的兄弟们 十天时间 两年压缩到十天 看两年的工作量 超人 太伟大了 中国的素中 这个太厉害了 当然这背后 除了有魏总和他们的兄弟之外 还有大量的力量在支撑着 所有的建筑材料 装修材料 上下水 螺丝钉 然后卫生设备 所有的东西 都是第一时间 是的 有千千万万的 这一个全国的人民 在支持着我们 大家 众志成城 都是我们强大的后岸团 你看我们现在就知道 众志成城 到底有多大的力量了 平常两年 但是雷神山 十天 十天 现场有多少工作人员 最多的时候 一起在工作 平均的有 一万八千多人 高峰期的时候 我们有两万多人 在现场 从此作业 正面施工 说到这个云监工 网友们给工地上的 很多设备 都取了名字 您都知道吗 好可爱 有宋徽宗 对 宋高宗 对 宋高宗 白居易 对 白居易 我不知道这个 一波兄弟 看到这个蓝王鸡以后 有什么感想 对 一波你看 一波现在不是蓝王鸡 一波现在这个状态 应该是呆若木鸡 对 一波这个状态 应该是卡鸡 哈哈哈 他现在是卡鸡 一波卡鸡 一波卡鸡 对 我说一波是这么稳的 我笑了 这画质太好了 一波 一波现在 一波现在是贴了张照片 在镜头前面吧 你走了 一波撤了啊 现在是平保 对 平保护 对 一波 一波 哦 哦 你听到有蓝王鸡这个名字 你有什么感受 我当时为什么不把那个挖掘机 再很多人给努力练习一下 因为之前在节目上 就有练过挖掘机 如果我 我如果再 努力的话 没准能去帮个忙 蓝王鸡亲自去开蓝王鸡 对 蓝王鸡亲自去开蓝王鸡 我们不耽误您更多的时间 哪怕您现在有时间去小睡15分钟 有可能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 谢谢您魏总 也请您代表我们天天兄弟 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 去感谢您那些了不起的兄弟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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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我也就让武汉 古北的患者 早日康复 早日挥荡 他幸福的家庭残然 我们赶紧有请 师爷 哈尔 对 哈尔哥 哈尔 你好 你好 你认识我 大张卫 你好 天公不认识 天公不认识 不认识 一波 一波 天公 哈尔哥好 哈尔就好 你天公吗 我人天公没有那么胖的 我们见到哈尔 真的是开心开心极了 开心开心极了 哈尔 我们前段时间 在微博上面看到 是有哈尔捐赠13万个口罩 捐献给一线的医护人员 这13万个口罩 当时是怎么筹集到的 你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看到这个疫情的情况 我心里很难过 然后重庆那边也有外公外婆 而且湖北那边也有不少的朋友 我心里很担心 后来我在东京那边 有一个以前合作过的朋友 他那边能买到很多口罩 然后后来我跟他商量 把口罩能不能送到中国那边 然后后来他那边送出去了 对 对 哈尔之前拍戏去过武汉吗 去过去过以前去过 但是那个时候 拍戏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但是我去过很多那个鸭脖子 哈哈哈哈 雪呀 武汉鸭脖 鸭脖子呀 对 六张面呀 还有那个三鲜豆皮呀 三鲜豆皮 哦 豆皮 对 过时没过 吃了那么多东西 对 对对 我觉得 吃了很多好吃的 幸亏没有变成 那个像前后那样的胖 哈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武汉是一座非常非常美丽的城市啊 不仅既有美味的小吃 丰富的教育资源 对 武大有那个樱花 大家都知道 非常对 你看你看 对 你看你看 其实很多很多 我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看樱花啊 嗯 所以好了以后 我一定想去啊 一定想去啊 对对对 这次疫情当中呢 日本呢 为中国是捐赠了很多很多的物资 而且在这个捐赠的物资上呢 都用心地写了一些很暖心的文字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起约无依 与子同长 辽和雪荣 富山花开 同气连之 共盼春来 四海皆兄弟 谁为行路人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前锋 前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啊 什么意思啊 前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 就是大家在同一片天空下 一定要互包互助 对 对对对啊 哎哎哎哎 哈尔尼现在身在日本啊 可以非常近距离地感受到 日本民众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情意吗 我在那个日本东京那边啊 迟到迟到那边 在街头啊 有一个小牛猴啊 在街上那个猪公 然后为中国木砖 木砖 啊 还有我的那个出生的地方 大阪 大阪 大阪有一条街 很有名的 有一条街啊 那个地方呢 拉起了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的这个这个挑副 现在其实有很多日本的朋友也在关心着中国关心着武汉这样的一个疫情 因为呢现在呢很多日本朋友啊和我一样很了解中国很了解中国人的这个建议不拔的惊险 嗯 再说现在两国人民的旅游方面的交流呀比较多嘛 对 是的 对 我在日本也经常会碰到中国的老百姓跟我打个招呼 他说都认识你都认识我哎你好好啊呀你你怎么在这里啊啊我说在中间拍戏呢啊是吗那好啊加油啊很温暖啊 虽然在中间但是感觉呢像在中国一样的感觉很温暖不管在哪里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人的热情啊啊感动 哈尔现在最想对武汉人民说什么现在我们很困难的时候嘛还在琢磨啊还能做什么 然后呢以后呢以后有机会了啊再为武汉啊做点事情吧对 本来中国和日本是邻居的关系嘛互相帮助互相帮忙 彼此之间要多多关照 对是是是是我们现在多多举教多多举教我们一起努力啊对就是我坚持就是兄弟中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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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加油加油 谢谢 我们在这里要谢谢号二接下来呢又有一位国际友人那么他会是谁呢我们先买个关子 哦来了来了 嗯 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好看点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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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呢是因为旅行 来到武汉您在武汉的生活怎么样 fei created the training program 呃呃我喜欢玩呜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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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哦啊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五八同城 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 五八同城现已开通视频面试功能 找工作上五八同城 接下来呢又有一位国际友人 那么他会是谁呢 我们先买个棺子 好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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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哦 这个真的很 哦 这个忍豆先生 哇 do you know who i am yes yes we know you are mr bean Mr bean nice to meet you hello sir how are you i'm fine yes good it's lovely to see you sir good to see you 首先请我们这位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my name is nigel and i'm a british actor from the uk cool 唯一的这个 憨豆先生轻定的他自己的一个模仿者 太像了 我们想问一下他 他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得特别像憨豆先生呢 when我13年纽约 um a lot of people said that i looked like an idol and when i asked who that was they said mr bean and i didn't like it that much at the time because i wanted to be an entertainer noticed for myself so i'd walk around and sometimes people would say is that your real nose and they would get it and they would try and pull it off and yes when i went to a friend's birthday party a little seven year old child would come up to me and he said a quote from one of mr bean's films he said when you went on holiday you lost your suitcase didn't you and i said yes but i found it now and i looked at his face it was golden and i thought i must do this now so i could create love laughter and happiness 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哇 他声音好像啊 他的声音还不太不太像 他除了模仿憨豆先生之外呢 豆豆先生目前在英国bbc呢 有自己的两档节目 还有自己的制作公司 应该也算是我们的同行啊 这次呢是因为旅行来到武汉 然后呢随着这个疫情的突发呢 他没有选择离开 他觉得和武汉的朋友在一起 也是一种巨大的支持 well i actually originally came to china as a tourist because i wanted to experience your very special chinese year celebration and i was very lucky to be invited by a family in shenzhen to go to their family gathering but unfortunately just before the family gathering we learned the news so based on that i thought if i got on an aeroplane i might actually contract the virus myself because of everybody breathing in the circulated air but the main reason was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run the risk if i had contracted the virus already i could be taking that from wuhan to shenzhen and that would be very selfish of me so i had to play a guitar i like to play a guitar a ukulele and also read and draw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连线最后呢 我们的豆豆先生想唱首歌 送给武汉人民 为他们加油打气 yeah teddy come on lay teddy down okay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say we are family people in wuhan with me we are family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me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ey you are the reason why i need wuhan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e ar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e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好让我们再次 就是我 做什么事 我最后一看 就是我今天早上的信念 我们就要想拨出 我看你 我看你 你要看你 我看你 好 好 我看你 你 好 的在 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五八同城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 五八同城现在开通视频面试功能 找工作上五八同城 是的 没错 感谢冠名乡五八同城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天天向上 散大的光 天天向上 春风过浪 一起往 温暖欢笑飞扬 我们天天向上 不慌不忙 天天向上 来日妨礁 一起往 不离不弃到 首丧 record and 很恐怖 downloaded 感谢观看